是連續三個訪問 所以我們這個可能得準時結束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們是第二個 我們就耽誤下一個 下一個講了就是 下一個是幾點 上一個也沒有說耽誤你們沒關係 但是三點 四五天都這樣 對對對 我們可能要只能到兩點半 不好意思 好 不好意思 因為下一個也要說 他們也是營營 還習慣嗎 這樣很好 外界對數位發展不用新單位 總會期望比較多或什麼 那部長有沒有自己的心中想法是 數位發展部會成一個什麼樣外貌的一個部會 是是是 然後你目前來講 剛開始你會最想做 或者是最急著做的三件事情 會是什麼樣的一個構想 其實我們的理念就是全民數位認性 所以認性就是碰到各種災變的時候要恢復 而且還要變得更好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的形象 就是快速轉動的馬達 來回應各種各樣的危險 那你說哪一個最急 那我想就是非同步回到衛星哪一個是最急的 因為我們從就是二次新約烏克蘭 就看到說 如果沒有一個高品質的 即時的高畫質的那樣子的連線的話 其實國外就是關心我們的朋友 或者是在一天再來講 災區以外關心這些災區的朋友 會很交集 而且不時訊息也容易流竄 如果你沒有即時的影響 那但是有的時候真的就是 就是海岸哪 光線哪 護網甚至行網 都不一定就是能夠保持持續運作 那所以我們就會去選 國內七百個嘛 國外三個點 用這些非同步衛星去確保 至少視訊會議網路電話直播 這些是可以的 高品質是可以看得到的 那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是 就是我們有個通傳的創新的應用計劃 那那個在做的就是說 我們這個是國內實際的需求 那但是我們知道的需求 是剛剛講到應變在世 但其實社會上面還有很多新的需求 不舉例 好比像說像衛福部的朋友 就跟我們說 可能用台灣手語的朋友 可能是聽障以上 或者是喜歡台灣手語的朋友 他很多時候洽工 打電話或者是別人打回電話給他 他要及時找到手語老師翻譯不容易 所以就變成他之前接取到的 不是通訊信息 大概都是廣播性質 像社會中心記者會 那個是有翻譯啦 但是其他的處就很難接取到 那但是因為5G它是高頻率的延遲 所以很適合用來說 即使手語老師不在他旁邊 那打電話的 接電話的 翻譯的在三個地方 但是有種好像在同一個螢幕上的感覺 那就很適合 所以我們會徵集大概一百個構想 在裡面至少挑十個 有高的社會價值的應用 來去也是在兩年期內 運用這些新興的通傳技術 來創造社會價值加上產值 達到一百億啊 那所以這個是另外一個 我們在推的這個全戰的計劃 那第三個是跟資安比較有關的 是數位互產業署 它有一個半導體跟自通訊供應鏈資安的 關鍵技術發展計劃 明年變了好像0.78億嘛 就是7800萬 那這個就是之前Semicon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包含這個晶片的安全的聯合檢測的實驗室 而且不是只有我們自己做 是把我國的測試規範推到國際 跟國際上面互相承認 因為我們就發現說 全世界很注重我們的晶片 其實大家都相信台灣做的晶片 這個信任是我們最大的資產 那但是會破壞這個安全性的 不是只是軟體或者韌體或什麼 硬體也可能是攻擊面的一部分 所以隨著這個就是供應鏈攻擊的狀況 大家都發現說也可能有這方面的風險 所以我們在晶片業者國內完成檢測 檢測受國際認可 這個部分 我覺得我們9月15成立這個實驗室 只是一開始 那接下來就是要通過SESIP的認證 然後達到說受到國際承認至少一案 然後把規範推向國外 這個是第三件事情 是不是先回到這邊 那整個數位部的樣貌 你的想像和未來會是一個什麼樣的願景 其實剛剛有提到 就是說莫達就是MODA 那 所以當初取名莫達就是這個 就是馬達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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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這些 這個也是不是我發明的那個呂昇華書上發明的一個說法 是他發明的 鄭華有個說法 他說因為我們兩數嘛 資安數產業數 那馬達我們知道一個定子 一個轉子 就是一個Stator 不能動的 保持穩定的 一個Rotor 就是一直在轉的 那定子如果飄掉了 那馬達就壞了 轉子如果不動了 馬達也壞了 所以就是說他提出這個比喻是要說 產業數跟資安數不是分定的 是你要確保資安 產業才有信任度 資安本身又是一個產業 但是各行各業的數位部在心裡面 又不能沒有資安 所以就是說產業資安跟資安產業是互相循環的 這樣子的關係 所以我們在數位產業 常常有一些所謂數位資產 虛擬資產 但如果那些資產很容易被篡改 卸定阻斷 那個資產就沒價值了 所以產業數的價值是建立在資安上面 但資安的價值又是建立在產業導入上 所以就是說這個定子轉子這個馬達的意向 我覺得是蠻重要的 就是各行各業想到數位轉型 就想到數位部可以幫忙 那也不是只是經濟上的 包含我們民生剛剛講 救災、房災、社會價值都是這樣 OK 那再來就是請教就是說 因為你有講過說不做監禮、不做許可這個部分 但是所有的這些數位的業務 什麼通通是數位部 那這部分會不會是個 獎勵輔導推動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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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部分會避免說大家覺得說 這邊資安的資源全部都集中在你這邊 其實資安長並沒有換人 還是行政院副院長 還是副院長 而且院級本來就有一個國家自動安全匯報 那個也是排在行政院 當然跟國安會也有互相派員的概念 所以我們的資安署 其實是資安匯報的幕僚機關 而且主要工作是照顧政府 跟指定的關鍵基礎設施的資安 所以並沒有因為資安署成立了 忽然之間各行各業的產業資安導路 都變資安署是沒有這樣的事情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對一般民間企業 我們不會因為資安署成立 資安署就突然取得監禮他們的權限 沒有這種事情 所以不會有您提到這個問題 OK 我跳脫一下我們這邊 您的行事風格跟我們的認知說 要管理一個這麼大的部隊 甚至看起來都蠻年輕的部隊 是你的管理方式 或者是要求的效率 會是什麼樣的一個構想 OK 我們輕易共創也有資深 只是今天來的港方年紀比較小 因為看起來都蠻年輕的這樣 對對對 沒有其實我們之前我在院裡面的概念 就是像青年參與 社會創新 意思都是說所謂群體智慧 不是說我自己高高在上 很英明什麼都知道 完全不是這樣子 而是誰在乎誰痛苦 就是誰離那個問題最近 誰最切身的感受到目前的挑戰 或威脅 誰越有可能想出一些應變的方法來 所以我的工作其實是確保 在這些地方的意見 他們的痛點 他們想到的創新 能夠很快的擴散 在組織裡面擴散 所以我們最近都在輪流跟部裡面 各司接下來也要到書裡 跟同仁就是座談 而且不是說只跟科長或者組長 而是literally每一個人都講話 然後我們也透過像slido 就是我演講常用的那條系統 讓大家可以匿名的 不會擔心被什麼算帳的情況下 提出他工作上通到最困難的問題 或者是就是想要問我的問題 那甚至就是他被點到的要回答問題 他也可以找人帶打 還有人說那部長幫我回答 就是比較沒有傳統上面的那個 非常科層式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我們先內部溝通 就好像我們那個轉子要跟外部溝通一樣 我們自己要先保持內部高頻繁 以延遲的這種溝通習慣 然後才能去做廣文節的這個效果 所以你現在就是先需要把各部會的這個部分 我們先打通大家來先做各部 對對對 不要各行歧視的這個方式 OK OK 這樣蠻好 再來就是剛剛問的web3.0這個部分 那現在詐騙的實在是很 我們大概在座的 我們常常都會接到這個電話 對 那這個部分是 昨天蔡總統也講說資安聯防 那這個部分就在數位部 要發揮到什麼樣的功用 對 那怎麼樣去輔導一些新創 或什麼的 甚至在這方面的一些著墨 會是數位發展部分 應該應該是一個很大的重點 我想任何成熟的工具 像電話簡訊這些 不是說完全沒有詐騙嗎 只是說我們比較認清楚說 哪些看起來就好像是詐騙一樣 就是比較有一些成熟的對應的方法 那新興的技術 像那個什麼機器模型換鏈 叫D-Fake的技術 其實早就有Photoshop了 所以大家現在並不會看到照片 就以為它是真的 但是因為有一陣子 大家還不那麼知道說 其實用手機 用筆記型電腦 就可以像Photoshop一樣的 容易合成動態的影像 像最近不是很紅嗎 你隨便打個字 電腦就幫你畫一張栩栩如生的照片出來 那但是在 就在這個禮拜 不但這是開放原始 就是全世界都可以用了 而且也開始出現影像的影音的部分 所以甚至它可以 你把分鏡描述給電腦 它就直接換你一部影片 然後你說這個裡面哪一個道具要拿掉 加一個人什麼 那你都不需要會影像編輯 你就打個字 所以這真正就是 這不知道算不算廢話 就是完全合成了的情況 那但是這個工具 它變成開放的大大的重要的好處 就是大家一下就了解到說 原來我看到的就不要現以為真 大概就是這樣子合成出來的 之前這些工具還沒那麼普及的時候 我有在政委的時候 跟那個科技匯報辦公室合作 拍了一支廣告 就是演員這個be fake 自己成為我 的那個樣子 讓大家知道說要小心 先查證 這個不要轉船 那但是因為現在這個工具開放了 所以大家就發現說 那我以後看到我就先推定它是詐騙了 先願意這個找到它的明確的消息來源再說 那大家就開始掌握一些新聞學的這種技巧 對 那所以像MFP啊 Web30啊提到的 其實很多是因為 他還沒有普及到所有都很清楚 他怎麼運作 原理怎麼樣 那就讓詐騙有一個運作的空間 有一個運作的空間 所以當然一方面是說 我們要普及關於這件事情的好的用法 有些人用來做藝術創作 用所謂影響力憑證 我們辦個活動叫這個點字送 說不定得獎的人 我們也發一個記名的媒體過去 像獎狀那樣子 那所以這些都是正面的用途 它不是洗錢 不是滋孔 不是詐騙 那只要大家都很熟悉正面的用途長什麼樣 那那些壞的用途 你就開始分得出來了 不然就覺得好像全部的web site都是詐騙 那也不是我們想要看到的 沒有信任 對 所以我們的重點就是把它導向正途 我們示範哪些是適合的運用 那我們又是電子簽章法的主管機關 所以這些憑證的創意的用法 確實是我們可以講幾句話 但是當然洗錢防治 自控防治什麼 那個當然是在金管會 或者是去保護等等 那我們有沒有可能說 從電器一端 或什麼真的去放掉這種炸電電話 或什麼的這樣子的一些簡訊 什麼的這些 在那邊去破例掉 數位部的這個構想上面 有沒有可能從一開始的念頭上面 就去管工 所以說如果是陌生的來電的話 現在在國內其實已經有些工具 像Gogolook的Busco 趨勢科技等等 其實多少有一些解決方案出現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參考的 那至於您說是電信業者 它意思是說怎麼樣 三陣儲取打三通電話杯回報差片 你就不能晃了 這好像有一點 對不對 所以就是說我想電信業者是 他們會縱頭考量 各種消費者保護等等 那但這個就跟什麼呢 就是垃圾郵件一樣 就是在當年大的 郵件提供者解決垃圾郵件問題以前 也是靠使用者自己 來安裝一些 舉報垃圾郵件 濾除垃圾郵件的一些軟體 那大家都已經有這方面的共識 那裡面共識程度特別高的 那郵件提供者就把它變成 它預設的 垃圾郵件的篩卷機 但如果他們過早行動 那當然就會變成 好像你就要常常開你的 垃圾郵件資料夾 有些東西跑進去了 對不對 所以就是我覺得 產業一個生態 那我覺得我們在這裡 能夠做的就是 如果有一些有創意的 新的解決方案出現 對那我覺得 像當時在 推口罩往後的時候 2020年 那時候我們剛退出 立刻就很多人接到說 把你的口罩訂購 這個有什麼問題啊 你要解除轉帳還是什麼東西啊 那但是呢 他怎麼知道這個人有訂口罩 其實他不知道 只是大家都訂口罩 你亂打 在那一刻大概就是 很多人會剛訂了口罩 在像2020年出的那陣子 對那後來呢 當然指揮中心 我們跟 就剛剛講 Whose Code 有討論 說那是不是請指揮中心 直接說 我們只會用這支電話 或者幾支電話 來寄簡訊 那其他的都要認明 或是這些的 大概都是假的 那後來呢 我們就 經過討論之後 我們就變成 用簡碼 來寄簡訊 所以到後來大家就發現說 我們的很多是用1919記檢訊 1992記檢訊 1988記檢訊等等 因為這個四馬是沒有辦法 對 對 那並不是隨便誰都可以用四馬來發檢訊 那像這個創意就是由 在第一線抵擋這個威脅的 就是Whose Code 他們提出來 那我聽完也覺得沒有道理 那我們就去寫條電信驗證這樣 副長前兩天還是 昨天沒有去一個展覽的現場 那你看到一些民間的業者說 作者 CyberSec 對 對 那對於這些的新創獲損的人 對啊 部裡面會有什麼樣的舞蹈 或者是怎麼樣去互相覆沒這個部分 那個活動不就我們成業署嗎 所以 本來就是給他們一個舞台 讓大家看到 我昨天有看到 就是那個 數位行動簽章 說比我們公文系統快 然後我回來就 這個刺激了一下我們公文系統廠商 結果他們昨天弄到半夜 就解決效能問題 我今天簽起來就很快了 真的 所以有時候良心競爭都沒有放住 不然說不定會換掉 你知道 壓力好 對 壓力好 所以我覺得真的 國內像另外一家 他是做那個 就是隱私強化技術 他把資料儲存在雲端 但是那個公有儀看不到資料 他是加密過的 但對於這個加密過資料 他又可以做運算 所以要不要 你可以做搜尋什麼的 對 但是就是說 我收拾這個資料庫 就算我被打穿了 我完全不知道 到底你搜尋的紀錄是什麼 或者裡面放什麼 就是你可以對著密碼做操作 對著密碼做操作 那這個也是全新的一個數學的這個做法 同胎加密啊 差分因此啊 這些 那這些我們 有一個叫做多元創線絲 就是專門去做B to C to G to X 什麼的那個資料治理 但是他的做法 不是把資料全部 各自全部集中起來 而是說還是放在本來的單位 但是去用已經無關各自的 已經加密的 就變成數據的 安全的方法 去確保說 那你要辦一個新的戶頭啊 你要保險啊 你要證明你有被合理 之類的 這種情況下 你可以很快速的 不需要額外再列印這些紙本 你可以去下載 關於你自己的資料去的副本 然後直接就去申辦這些服務等等 那這個就不是靠 我們集中任何的個資 而是把剛剛講到那些 隱私強化技術 很均勻的 讓所有這些資料處理者了解 而且可以導入 那像這些我們也會未來有一些相關的政策 那這些專門做一次相關技術的廠商 也可以進來幫忙的地方 那些政策會是什麼樣的一個做法 謝謝 最有可能的 像我們在那個通傳創新的那個前瞻裡面 我們就是去跟大家爭案 可能有一百案 對可能有一百案 然後一百案裡面每個都是運用這些新的 無關各自的數據交換的方式 可以達到 像剛剛其實手語反應是一個蠻好的例子 那不管它是有就是教育意義啊 還是有環境意義啊 還是有什麼意義啊 那但是總之這個意義它可以量化 最好能夠變成新台幣 比如像說我們幫所有用手語的人 省了多少時間 省了多少費用 省了多少抗刺的這個 還要重複去找人幫忙等等之類 而且本來沒有辦法揭取到公共服務 因此擴大了多少的價值等等 那所以當這個能夠證明的話 我們就可以跟向外部說 那你本來就是推動的方式 可能照顧這麼多人 照顧幾次 但是你如果用這個創新 那你可以照顧幾倍的人 可以照顧幾倍的次數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就會形成在那個領域裡面 資料的良好使用之類的 這樣子一個可能要點 或者是辦法層級的東西 所以是每一案會有搭配的 這樣子我們叫社會影響力的評估 跟量化的這個做法 以及它如果需要法規調適或合規的話 會需要它的這個辦法或是要點 但是並不是說 我們這一次就是全部試用同一個 因為同樣是資料交換 在醫療領域、衛生領域、衛運動領域 什麼其實它的那個常規 norm 是不一樣的 所以不會是說 我們來制定所有地方的常規 反而是我們去配合這些地方的常規 市長我插一下 因為你剛剛講這些隱私強化 其實說這起來是一個很棒的想法 對 而且現在社會上有很多 對於那個資料開放的那些呼籲 比如說健保資料 對啊 到目前為止 是為什麼是還不願意的 但是說我們是會發展過 開始做這些事 會希望說有沒有健保資料 可以讓更多人使用 健保資料現在其實是有一套做法 那只是因為大法官剛剛已經判決了嘛 就是健保資料庫案他們實現 說必須要有一個個資的專責機關 要有一個獨立性 所以不會是我們 來判斷說 怎麼樣子才是合規的 在目的內的這樣子的利用 那這個好像大法官說 三年之內要設定出這樣子的機關 對 那各自法也因此要修法 但是我們跟這個還是有一個關係 就是說 我們先推測說到那個時候 說不定美國聯邦的那個 各自法也討論也通過了 他們有那個資料最小化原則嘛 蒐集最小化原則 GDPR 那個時候當然大家都已經很熟悉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用這些 國際的高標準 也就是運用的時候 要真的是無關各籍 而不是合理程度上不能再識別 那這個時候你要怎麼樣 既照顧到這個 又不破壞到資料的可用性 這個就是要靠數學了 就要靠隱私強化技術 隱私強化技術的特色就是說 它可以 比如說用合成資料 可以合成到你怎麼算 算出來的結果 訓練機器模型都非常好 都跟真的資料類似 就好像那個植物肉 你吃下去畢竟已經不知道 那不是真的肉 說不定那也是真的肉 對不對 你還沒辦法分清 對 那這樣就成功了 因為裡面並沒有拿一瓶是個子 這是我有兩種想要比較 好來 就是第一個說 像剛剛講的資料 資料運用 對 但是我要一定要去在 因為法律其實有很多 其實是根不上的 我們在這種創新的 資料運用的想法都把揮上 把揮上 我們就要怎麼樣去盡量 奈行去奈行 對 第二個是我們這種 這個信心情勝 對 我們要怎麼樣去讓你更覺得說 真的這個利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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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你太信任 第三個是從公室還有一些其他 政府會 就是外部的資安 國壽其實是一個很大的麻煩 對啊 我們怎樣讓內外的資料都達到很想要 這樣子的問題 對 其實簡單來講 就是資料它越接近 那個人他信得過的地方 越不要被過度集中到 他不確定會怎麼樣被處理的地方 也就是說離開越近 就越可信 都是這樣子的 那我舉例 好比像說 像在疫情期間 很多的國家是用集中式的方式 來做疫情調查 所以你的就是 掃個什麼碼啊什麼之類 因為國家完全都知道一直運動 你去過哪裡等等 甚至可以單向的去改那個嘛 你就不能夠去別的地方了 也在某些管轄領域 有看過 那但是 我們這邊不是這樣 我們的 從頭到尾三種方式 不管你是紙本 蓋個張 簽字一的名字 折一折 投到那個便利商店的 好像投票箱裡面 這個就是離你近的地方嘛 它沒有被國家搜集嘛 那或者是說 這家店它PO了這個 一個QR Code 那你可以手動的傳簡訊或者掃 然後傳給1922 但是1922也不是國家 是你的電信商 它只在你的電信商 留四個禮拜 那四個禮拜過了 沒有疫情 就刪掉了 那而且呢 中間如果它有被哪一個 縣市的醫療人員取得 你還可以上sms.1922反查 去看說誰掉你的資料 所以同樣的 就是你的電信商看 其實差不多已經知道 你的手機號碼了 那當然 但是那家店不會知道 而且你可以知道 它會被怎麼樣運用 所以它當然沒有 投個小時條離你那麼近 但是也蠻近的 所以是在一個 就是可以負責的一個地方 那當然 後來還有第三種 就是說你可以在手機上面 運用藍牙的技術 只跟你附近的手機交換 它就是完全去中心了 它完全並沒有集中到任何地方 那從國家這邊 我們根本不知道誰是誰 那當然這個 鐵式成本比較高 但實際上也是離你比較近 包括隱私的 所以在台灣 我們可以看到 可通型的技術 首先不是強迫的 你這三種任何一個都可以 你對手機不放心 你根本不想帶手機 那你就蓋上了 蓋上進場 所以我們從頭到尾沒有強制 用那種技術方式 而且第二個 它是離你近的地方 的意思是說 你隨時可以問說 那這個資料怎麼了 那舉例來講 像就有一個法官嘛 對不對 他這個投書 說竟然有警察 送一個搜索票 想要去還原 那個十五馬亂馬是那些地方 這個是很很有名的案子 那他一投書 我們指揮中心這邊 馬上就處理 那立刻就開始開會 很快就做出一個裁定 說通訊檢查 半年的紀錄要留存 但是我們這邊 四個禮拜就刪掉了 可見根本不是同樣的東西 所以根本不應該給警察看到 更何況說搜索票 所以不但搜索票 沒有簽罰 而且後來警察 根本就拿不到 這個檢訊實驗制的資料 所以當你看得到 又可以讓他負責的時候 有任何跟當初設計的常規 不同的用法 就可以被知道 而且糾正 這個就是資料治理 這個是資料治理的 參與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環 那所以我想我們就會 繼續秉持著 我們在疫情期間的 這些經驗 去確保說 大家可以完全自主的 來運用自己相關的資料 而且他不會被過分集中到 你沒有辦法問他負責的這個地方 那我覺得這個才是重建信心的 最主要的第一步 不能說是這個全部 就是他的重建信心的開始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說 我們要確保說 在這個中間的 像隱私強化技術 剛剛講到檢訊實驗制 店家只知道那個亂碼 但是不知道你的手機 你的電信商不知道那個亂碼是哪裡 這個也是一種隱私強化技術 那我們就要確保說 大家開始了解說隱私強化是怎麼回事 所以也是確保建立良好的習慣 變成說大家就會開始要求 說那為什麼你蒐集不必要的資料 為什麼你不必要的集中 那等大家都有這樣子 類似消費者保護儀式的時候 那我覺得才會形成業界一個新的氛圍 你剛剛講的這個通船創新 你的例子是收入 那你有沒有針對哪個產業 你覺得這個是立即 或是以後希望可以再有一些進步 其實我們光是只是拋出要蒸案的這個例子 我們就接到相當多的這個想法 當然現在還沒有正式開始蒸案 所以我接下來不管講什麼都不能保證說它會中 我想首先就是特別是在防救災上面 大家對於移動式的補居基地台 很感興趣 因為我們那個700點是固定的 但是就有人說 可是事實上在救難RAS的時候 它很需要的就是立刻部署 那甚至是車載 甚至再輕量一點無人機載 再輕量一點人載 你就可以快速恢復那邊的高頻發同學 那這個也是很有創意的一個用法 那你說需不需要一些法規調適或解釋 確實好像學完 因為這樣子它機器台設立的地址在哪裡呢 它的面積怎麼重呢 所以就是說我想台灣的特殊的情況 讓防救災一直當我們中風快成案的時候 很快就是大家會提出這方面的想法 那這個我們也有在影音調適 那當然像深深用平板或者是載具 那我們也發現說 那當大家都有筆電或者平板的時候 很多學生他是想要用互動性的方式 他自己跟別人共創教材 也不是只是他用來只是看數位內容 他希望能夠用遊戲畫 甚至自己寫一些遊戲進去 因為這個也是通傳創性 就是他要把他做的作品傳播到 所有跟他類似學習狀態的學生等等 所以我覺得這些包含智慧教室啊什麼 我覺得都是很好的想法 那我們目前就是繼續評估 副長我想問一下 我們現在在發展數位產業 你覺得我們法律上提供的一些獎勵 或者是幼營足夠嗎 會不會 數位部會不會想要再強化一些獎勵的部分 比如說支援稅優惠 像是一些像我們現在在發展生意的部分有生意條例 那經濟部那邊也有產創條例 那數位部這邊會不會有類似的構範 要比如說投資底檢或者是說租稅優惠 資安之前就已經有推了投資底檢 並不需要等等我們成立 我們在籌備階段其實就做了蠻多的事情 那當然產創條例是各部會都可以使用的 所以並不是說我們需要發明一個全新的產創條例 對我們就像剛剛講到的 各行各業的數位轉型 包含資安就是我們的工作 但它並沒有說好像數位化程度高 我們就變主管機關不是嗎 它主管機關還是在 不管是工業局、技術處、商業司、中期處等等 所以我們還是用既有的這些工具來使用 那我最近去拜訪包含PIA 然後CSA、PCA 就是台灣網路及電子商務產業發展協會 資訊軟體協會 電腦產業同樣的工會 還有電信產業發展協會等等 那他們其實給我們的想法裡面很多是 希望我們能夠自己出來當示範 而不是說剛剛您提到的租稅或者是投資避件 因為很多時候 當他們在去跟別的主管機關推一個案子 而那個主管機關沒有第一手經驗的時候 那他們這個灰色地帶到底要算合法還是非法 到底是可以導入還是不能導入 POC能不能走到POS 就是會卡住 會有一段溝通的事件 那他們發現說 我們就是 他們要推零性人 我們自己整天確診都在家裡 簽公文了 已經推了零性人 他們說NFT 我們自己就已經在用NFT 還是記名的 那就是產業這邊全新的東西 我們不另於立刻使用 而且我們大家發的都是筆電不是桌機啊 我們甚至可以直接去那個實際的場域就開始工作了 我們並沒有被綁在任何特定的地方 所以很多業者都是希望說 那我們就去那個地方 了解他們正在做的創新 甚至我們數位部就自己用用看 因為我們本來就有一些 就是像軟體採購啊 現場轉個採購啊 我們自己發NFT了 對 這些做法 我們即將 對 像我們的官網也是用IPFS 就是放NFT的內容的同一個平台 用刑機檔案系統等等 就是說這些比較尖端的這些科技 我們都覺得隨時都可以採用 那大家採用之後 就變成假方跟假方看 就不是乙方跟假方看 對不對 你就至少有一個機關出來 說我用了 也沒怎麼樣嘛 效果不錯啊 那而且我們也有自己的責任規範啊 我們也要寫SMS啊 我們也要導入 我們也要說服主機 正風人士法治啊 所以這就是我們內部 如果這樣子協調沒有問題了 我們這個經驗就可以過散 就可以去跟別的主管機關說 數位部用的狀態是這樣 這些新興的技術 不是都是洗錢啊 詐騙啊 有一些好的用法 這些好的用法 我們已經 我們內部有一個規程了 你們有參考一下等等 所以很多 剛剛講的這些工協會業者 是很希望我們主要扮演這個角色 這個就是大殺鬼 對 就是大殺鬼 部級殺鬼 對 這個對他們的幫助 感覺上好像比投資底減顧或稅啊 那個當然也是很重要 但是這個更利己 我再查一個問題 你剛剛講那個跟其他部份溝通 其實這是一個很困難的過程 因為好 那現在比如說 像數位人民幣 有數位新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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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陸委會 然後或者是像那個金管奔還的這種科技 他們其實對於既有產業是非常保護 對於數位化是有很多的 對 堪勝 對 堪勝 從健保鮮去 那你如果是跟央董說 有數位人民幣其實全球都要做了數位新台幣 真的 因為央行對這塊數位新台幣 它是很排斥 平常講是還不好 一直在關切這個東西 數位幣的方向 所以就是說 在數位這個部分 你的角色會去 也許說稍微不許或者是示範 或者是在潮流當中 我們可以比較說稍微快一點 就像我們在講的健保資料 這麼多年的 其實我們要講 是不是有些安全的架構 可以有些東西釋放出來 數位部是不是在這方面 可以辦理一個示範 就像你講 我把數位部先做好讓你看 OK 或者是一個潤滑的角色 是大家去對這個 對 其實示範真的很重要 像我們 我記得也在舉口罩的例子 就是2020年3月 那時候就是開始 大家比較買得到口罩了 那很快就有人提出說 那國際上面很需要 那是不是有可能捐一些 我們沒有用到的配額出去嗎 那所以我們很快 也始作了這個功能 但是我們就是 直寫在健保快一通裡 你必須要安裝健保快一通 那才能夠去所謂 護台灣主持節 就是把你前面沒有領的 這個口罩配偶 告訴外交不必須送出去 那很多人是因為這樣 去裝了健保快一通 他本來是去藥局擦卡 或者操長擦卡的 那但是真的就是 因為一種利他公民的想法 去裝了健保快一通 所以很快 最後好像700多萬片口罩 這樣子募集 那一半的人願意拿個NFT 就是記名 他會有一個就是善心牆 那剩下一半的人是匿名這樣 所以我覺得那一次就是一個很好的 我們是資料 好像自主貢獻利他 為了一個明確的利他的目的 公益性 那而且大概不會有什麼 各自隱私上面的問題 都是在自願的嘛 大不了你命名嘛 那但是又是很明確說 那國際上面真的就很感謝 不是只是外交部 而是所有700萬片的捐贈者 那所以這個例子一有 那我們在健保快一通上面 取得concent 取得知情同意的這條路 就從本來疫情前 可能不到一百萬人嘛 有健保快一通的使用經驗 能夠用金礦策則就更少了 到現在早就破千萬人下載了嘛 就是非常非常多 已經人口可能快一半了 所以就是說 那你一旦有了這個concent架構 之後可能就不一定是說 好像健保署代替你去判斷 哪些是有公益的研究性是什麼 而是說你可以自主的說 那我有某方面的可能 患性疾病什麼 那我也很希望能夠去貢獻到 更精準的提供這些疾病的解決方案 那而且我看了這個 他的我們叫做人事強化技術 的這個做法我也可以接受 而且我了解我可以隨時 副本撤回什麼權力都有 而且都是快一通就可以操作 那這樣的話就會增加這種 高品質資料 進入這種研究的機會 因為以前都是你請領健保的資料 所以他只有在需要請領費用那邊 會有高品質的 其他的部分就健保署 不是這不是他本人的目的嗎 他為什麼幫你擔付那個品質呢 對所以就是有一些真的是 在疫情期間我們發現說 那你如果你額外需要高品質的資料 最簡單的就是你讓大家了解到 這個有公益性質 而且處理的過程裡面 我們會變成 以無關各自的方法來處理 那這樣的話其實大家是願意的 所以這個叫做數據公益 這個歐盟也是在推 所以我覺得我們就是 累積這樣子數據公益的好的例子 然後之後慢慢就會 你剛剛講到那個之前 一直都沒有辦法說服大家 來貢獻研究 那個說不定是有一個新的解法 你剛剛一直在講的是在疫情的時候 疫情的時候總在講 那是一個比較變通的方式 對比較特殊的事情 但是當然你現在才剛開始 我不曉得你現在跟各部會的溝通 對什麼樣的狀況 你的想像中是在這種東西 你覺得會不會碰到大家 大家也許本位主義的時候 很難去處理這個事情 因為疫情是疫情 疫情是疫情 對 不過我覺得 因為我在疫情期間 我們也常常是 OK我幫某個部會 建立一套機制 然後不是我去找別的部會談判 是他們自己用到那套機制 作為下班之後也是老百姓 之後跑來找我 我決定 像之前我們有幫交易補 一個那個 孩童家庭防疫補貼 那本來都是請那個班導師 去搜名冊 我們把它改成說 你在線上替營養帳號 跟健保卡號 小孩的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 一萬塊轉到你戶頭 或者是說你到便利商店裡面的 替換機操作 可以直接領一萬塊出來 所以省了那個 中小學老師這樣多新增成本 那後來就是 勞動部好像要發那個部分工時 部分時間工作者的一萬塊 那並不是我去找他 是他來找我 說他們有體驗這套孩童家庭 因為可能也有小孩的爸媽 在勞動部工作 他們就真的覺得不錯 所以後來就完全真的 網站都沒有改設計 就是改個網域 然後就馬上部分時間工時 就一萬塊 就是用這個方式領 所以我的point是說 有時候並不是我去催促 別的不會做什麼 而是他們很自然的發現說 有節省行政成本 也降低風險的方法 可以遞送他們本來 就想要遞送的那種服務 那這種時候 尤其他們自己體驗過 覺得真的好很多 那何而不為 或像雖然疫情的時候 確實在像雲氏集 用雲端pose 當時也有這個數位五倍券 有那個消費動力 碳商都很願意來試用 有幾國家吸收八成的錢 我說不用呢 但現在雲氏集還在 雖然我們現在是吸收一半的錢 但是有新的要求 抗皮箱說碳碳槽 碳足跡 減碳計算 能源管理等等 那這個時候要導入的 當然那個就不是數位部 但是無論是環保書 環境區 不發會之類之類 他們都發現說 那你就直接用雲氏集平台 因為中小企業主 已經習慣熟悉 也有帳號 那他按幾個鍵 就可以開始試用 不同的減碳計算 和能源管理的系統 那這個比你從頭去 愛家愛戶怎麼樣 要好得多 所以我覺得我們還是經營 這個共通平台的這個角色 那這樣子才是 各部會的需求 直接會來找我們媒合 而不是我們硬去譜許說 他一定要用我們的系統 可是在我的認知 可能會覺得說 你們可能需要出來 因為我們現在 在碰到碳盤查的時候 常常企業就在抱怨說 環保署是一套 金管會是一套 那經濟部又是一套 所以他們變得 沒有辦法試 是說到底我要聽誰的 因為三幾個方面的審查標準 都完全不一樣 對 上規公司也頭痛 對 一般中小企業頭痛 像這個 我們就在那個企業得來俗 SME PASS 之前為了這個中小企業 他要處理很多日常申報 什麼 等待整個程序 也是每個主管機關格式都不一樣 對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有一個 就是Stringline的一個做法 那這個做法 當然目前只有在可能申請 設立 登記 固定 每年要填什麼東西 這些上 但是您剛剛講到的 碳益是全新的 對 我們也會去跟這些部位談說 那你要不要來使用我們 我們企業得來俗的平台 我剛剛講 雲世紀的平台等等 去媒合 我覺得這個角色我們非常有 對 這個角色我覺得是非常需要 因為目前 我也不曉得說 你可以扮演這個角色 是你剛剛這樣講說 那這個碳盤茶 真的我們所辦了幾次的研討 或什麼 或者是平常私底下 企業都在抱怨這個事情 就是我想我們不會變成 任何這種業務的主管機關 不會是氣候發電 我們不可能 但是我們可以讓它導入的時候 更私密 對 就是摩擦力更小 是 是 是 那請問 那個之前內政部 在煥發那個數位身份證 是 其實遇到蠻多挑戰 是 那之後 變成現在 不知道在哪裡 究竟他們有來找我們數位 或是溝通 這一塊怎麼來托 之前在政務委員的時候 我們就了解到說 很多朋友他是 像我阿嬤 我常舉他張的例子 我阿嬤 就是大概90歲 對 他也有問我 說會不會等你們數位部成立 那因為要導入什麼 這個身份認真技術 所以他就變成去郵局都不能填匯款單了 他一定要學用手機 因為他沒有手機 或者是操作機器 才能夠去這個跟郵局做這個匯款 那我就跟他說不是這樣子 就好像我們在疫情期間紓困 是協助衛福部把那些中低收入 或者擴大紓困 他寫明信片丟到油桶 我們把這個油桶 電子化的這個流程弄好 但是不是逼著這些中低收入 或擴大紓困的人 非得去上網站 對吧 所以我們是科技配合人 不是人配合科技 這個是我們數位最基本的要求 那您剛剛提到的就是 很多人在當時會擔心說 那之後的數位服務 會不會蓋過實體服務 會不會慢慢就沒有領貴了 是不是就是你沒有開啟 這個身份證上面的晶片的話 你到最後什麼都領不到 或者是你要很久才領得到之類 就是他的服務 是不是會有不同的品質 那在當時當然內政部 有在一個要點有說 就是不能因為今天我毀損 我沒有啟用 我怎麼樣 而拒絕提供服務 但是很多人會覺得說 這個強度不夠 可能要一個專方 去特別說 任何服務都要 這種無害並存的 就像剛剛講 執奔施鈴支 跟掃的實驗師一樣 要無害並存的 就是要變成一個 類似法律違反 你不能歧視那些 沒有用尖片的人 這樣 那所以 之前的討論大概就到這裡 所以我想這個要先解決吧 那我們這邊並沒有特定的主張 因為像我們簽公文 現在根本就是用手機了 也是內政部的行動自然訓證 那我用那個筆 拿個卡去乾淨更方便 所以我現在並沒有什麼 覺得不方便之處 因為我現在就直接用他們的app 就是了 部長可以問一下最近比較熱門的幾個話題 好 第一個是就是那個 我們媒體是關我們媒體權益 對啊 是新聞業 對 因為這些事情你說 你要願意幫我們去勾放 是是是 那你會覺得說台灣 有可能像澳洲那樣去 數位平台業者要求使用者付費嗎 對 我覺得 當然我可能要限縮一點點 就是新聞業 不一定是媒體業 主要原因是因為新聞業的公益價值是非常明確的 嗯 但是媒體的話 就是它當然娛樂啊 或者什麼 都有各種各樣的可能性 現在任何人就是自拍 稍微跳歌舞的也是媒體 對 就媒體的公益價值當然也有 但是沒有像新聞業那麼明確而容易量化 嗯 那我們為什麼要那麼強調明確而容易量化 主要原因就是我們要先對齊那個事實 就是這些跨境的大型數位平台 他們認為他們 講好聽一點 樞紐地位 就是不能夠跳過他們打廣告的那個地位 他們跟新聞業中間大概有多少的 就是廣告的收益是流向他們那邊 他們會有一個主張嗎 那對新聞業也會有自己的主張 對 新聞業裡面數位轉型比較快的 跟數位轉型比較慢的 也會有不同的主張 所以這個就是包含文化部啊 NCC啊 甚至公平會啊 我們現在有一個跨部會聯席 這個聯席 這樣子一個機制 由那個盧正宗政委主持 那當然數位固在這裡面很重要的 就是確保這些跨境大型平台 跟新聞業願意在同一個平台上面來對話 所以去架設這個共融的對話的平台 是我們的責任 而且我們也已經跟包含 有一些民間版本的學者嘛 或者是新聞業的代表嘛 那或者是我們的大型平台 其實我們大概都各自有開始 這麼樣的討論 所以我們的工作接下來就是去確定這個 如果主張有損失 或如果主張應該有分論 這個量到底是多少 如果差到十倍 那可能要再看第二跟第三本 那如果沒有差到十倍的話 那民間所規劃出來的那些可行的方案 你把參數帶入進去 你就比較知道哪些比較可行 目前在這個部分 所以這個對話的平台 大概預計在什麼時候 會可以把機會幫回一天一起 才是正確的導致 好一點 是 我們在 還在籌備街道 還沒有強力數位部 其實就已經開了一次 這樣子對齊對腳的會議 那所以應該是大概下個月吧 應該會再有第二次會議 來確保說 就是大家是on the same page 就是大家分頭搜集出來的這些數據 是能夠對齊的 那但是詳細的就是時間 跟stayholder 我們目前還在籌備 就是很想請教育 這個案例有意 哪一國的法規線 你覺得可以用來參考 或有一個借金 嗯 我覺得現在 有各種各樣子的做法 那民間提出來當然是 有一個是第一家的版本 也有著作理界權的做法 也有特別有一個分潤的專用基金 的做法 事實上有非常多做法 那為什麼我剛剛說要把那個參數確定 就是因為每種做法是在不同的參數下 有些比較可行 但是超過了那個部分 好比像說像集體移架 哪些人有集體移架的那個時格 對不對 這個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參數 那總之我們先把這個參數收集完 帶入這些可行的做法的模型裡面 我們才會知道說 哪一個是短期之內 能夠最快的 讓新聞業可以看到說 可以有結果 可以有具體的成果 那它又不會去好像 診斷未來進一步更多的 談判的這種可能性 這樣子 所以就是短期要可行有效 但是長期也不能夠阻斷說 新的可能性 特別是新聞業自己的數位轉型 我想這個是特別重要 在長期看起來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最近也是從 就是彭惠銘大記者寫的那個 那個是為NCC甩播數位部 什麼什麼 沒有沒有 這一點就是關注 就是一樣就是講到電信業 電信業整體 也講到頻繁的問題 那目前NCC是講說 有關比如說市場集中 或者是這種就是 頻繁計算的這個議題 他們就是想要由數位部來回答電力 是講那個和平案子 對 我聽說頻繁超標的部分 你這樣甩鍋 我不知道你講什麼 講和平案 沒有甩鍋嘛 就沒有甩鍋 我們只是把他嚇成說 探索山魚丟給你們 是樣子 沒有啦 它按照電信管理法26條 剛剛講的是資源合理分配 那當然本來這個提供鑑定硬件 就是我們的工作 都沒有問題 但是還有是否有助產業發展 能否維護用戶權益 是否維修市場競爭 跟能否堅守國家安全 所以還有別的concern 所以就是說我想現在就是大家關注的是 9月底 那兩場競爭會 大家會提出什麼樣具體的東西 證據到台面上 那提出來的時候 按照這些審查因素 裡面資源合理分配那個部分 這個我們會跟NCC保持密切的聯繫 那也會提供鑑定硬件 但是其他的部分 也要綜合考慮 所以我們會跟通常會 充分溝通交換硬件 沒有想過 我想請教一下 因為他們覺得 兩邊的業者 就是法律 都有它的來源 但是我們比方說 時空的背景太多 那麼他們比方說 都會提出 公益跟合法國規 就是說新舊法律的重點 換一些接 跟比方說 出動公益 跟現在 想要說法國規之間的 公司上來看 將來 我們在協調上的案子的時候 是個案認定 還是我們會 比較供眾房間 比方說公益為重 然後不一定要合法國規 不過其實這個 就跟我剛剛講的 那個參數對齊 是一樣的 你要先看 聽證會上面 有哪些可用的論據 這就是聽證會的意義 就是說 我們界定 能夠用的論據到這裡 那如果之後 還要蒐集的話 那可能 還是要有聽證的這種效力才行 對 那所以我們同樣的 就是先看 這個各界的意見到哪裡 然後您剛剛講的這些 權重啊 什麼再跟NCC溝通 您自己會比較傾向是 公益為主的 或者是一定要 就是 因為看起來 我們很希望可以 跳開一些方向限制 但是 怎麼樣 也要讓人家覺得說 就是 只要我們會創新 我就可以受限制 或者這樣的 這樣的管理上 是 你問我 我就只會說 按照電信管理法 第二十六條 這五件事情 合理資源 商業發展 用戶權益 市場競爭 國家安全 都很重要 必須要綜合考慮 但是電信管理法 是 他們管理辦法 沒有啦 我想這個 合併本身 還是通常會負責審查 但是我們 必須出具的意見 我們當然是會去出具 我們時間是不是到了 對 好 好 那就不好意思 可能是能到這邊 謝謝 謝謝 感謝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最後一題是講的軟性 就是說 你生活跟 你的工作上面 怎麼樣平衡 因為畢竟 部長可能比你 政委更毛 這樣子 但你怎麼在工作 跟生活上面 有一些平衡 其實我沒有更毛 你沒有更毛 差不多 沒有差很多 我覺得很可能是因為 我2014年就入閣了 當時是那個 不是政委 是政委的專案顧問 對 所以其實我2016年 正式入閣的時候 是有點實習生轉正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本來就跟這些 中央的文官相處非常久了 所以我不會有一種 好像什麼小白兔什麼 對 對 就是這種感覺 對 對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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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角色的扮演 或者是 政委可能比較協調性的 可能你看 像指揮中心 指揮官 感覺也是非常集中的 對 但是我這兩年多 在指揮官旁邊 做了不少事情 它也是協調性的 指揮中心也是各部會 所有的各方利害關係都有 要做任何決定 總不可能大家都很滿意 但它也是 就是剛剛講的這種 快速疊代協調的這個性格 不過當然在CCC是24小時疊代 天下午兩點 可以換一個版本 對 但是我覺得我受 就是指揮官影響滿大的 就是不一定是什麼 都是top down 然後就不能改 而是按照實際的情況 只要證據顯示說 我們本來的做法沒有那麼好 它也會說 那委員教教我們嗎 等等 就是任何的批評 可以把它化作共窗的動力 這個才最重要 好 謝謝 你們都白發派這個好幾次 這是嗎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們會說 好 太意見吧 好